那你的意思是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家庭作为保障的婚姻 离婚率会很高 就像在美国一样 我可没有这么说 在美国的婚姻关系中呢 只考虑爱情的因素 很少受到家庭的制约 所以呢 当两个人的感情发生变化之后 就很容易导致离婚 所以我们只能依靠法律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我跟你说话很容易跑蹄 有吗 我很习惯称之为愉快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我的婚姻关系 好 我和武功当初其实 是在中国尝试了一种美国的婚姻 我们觉得 在婚姻里只要有爱情 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 所以后果显而易见 只是一开始 我一直弄不明白我们到底错在哪儿 后来我才明白 是因为 我们觉得只要相爱 就可以不断地妥协和退让 正是因为我的这种妥协和退让 才导致了我们最终婚姻的结束 但如果我不退让的话 两个家庭就永无宁日 那中国人很习惯让家庭来承担个人的责任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身边的朋友 大部分的夫妻都是 都是以自己的意愿相结合 父母其实很少干涉 那没有干涉也就不会造成后果 没有后果也就没有责任 那如果两个人要是离婚的话 也是夫妻双方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那跟亲密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也许可以让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走得更长远一些 跟你聊天好像在答辩啊 不过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是吗 那说明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下属 好了 我们先吃饭吧 然后再工作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 你也知道 武功的妈妈得了二次海默症 而且 她一直认定我是她的二媳妇 所以为了安抚老人的情绪 武功希望我能够配合她 假结婚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决定 很简单 我不会欺骗我自己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啊 反正就一天的时间 你帮我带一下丁丁 丁丁 你爸又要结婚了 知道吗 干吗呀这是 我都跟你说了是假的了 我哪知道真的假的呀 孩子都那么大了 你得跟孩子说实话 别像我妈一样 成天嘴里都没实话 弄得我长大了也满嘴下话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找别人带去 你们全家人都去参加婚礼了 你找谁带呀 我找个保姆总行吧 那你还不如找保姆的钱给我呢 丁丁在这儿呢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 行了 我知道 反正不管你跟谁结婚 我都挺不高兴的 走了 丁丁 丁丁 跟妈妈走啊 来 拿着 这是我给你和姜临的礼金钱 多了没有啊 别欣赏 都跟你说了是假的了 要什么礼金啊 留着吧 一点心意 爸爸再见 再见啊 丁丁 丁丁 过来 儿子啊 你跟妈妈说 爸爸是不是真的要跟姜临阿姨结婚啊 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天天都在家呀 我真的不知道 丁丁 你告诉阿姨 你还见过奶奶吗 奶奶不记得我了 她忘记我了 那你还想不想接奶奶啊 想 我想让她去接我放学 妈妈 我想要奶奶 好好好 妈妈知道 不难受啊 丁丁 你别哭啊 阿姨答应你 一定让奶奶去接你放学 好不好 好了 好了 阿姨好 好 阿姨您不记得我了 我是王薇薇啊 我和武功原来在一个单位上班的 武功不在 我 我知道 我今天不是来找武功的 我是来看您的 我是武功原来的女朋友 武功要结婚了 我知道 跟江丽姐 江丽是个好姑娘 阿姨 您还记得岳小青吗 岳小青就是丁丁的妈妈 丁丁是您孙子啊 阿姨 丁丁说她特别想您 这孩子最近老是不舒服 她说她特别想让奶奶去接她放学 想吃蘋果吗 你想吃蘋果吗 你都把我带到这儿了 是为什么呀 这顿饭以后 我就会喝那 说不定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妈连我都不认识 离婚的事是我的事 我妈总会这事操心 所以我想 要不我们拍张照片 我就跟我妈说 我们已经复婚了 让她放心 你不觉得别扭吗 别扭 先生 这边请 还记得当年我们挑婚纱的时候吗 我妈说 一辈子只穿一次 别太浪费了 她还说她跟我爸结婚 没有拍婚纱照 也没有酒席 照样在一起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如果没有婚纱 没有酒席 两个人反而可以白头偕老的话 就没有人会在意那些了 最后租的还是你妈选的那件吧 就是为了这个她一直根根为坏的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成都办酒席的时候 所有的亲戚都认为你是上门女婿 那是我妈受益的 你觉得哪件比较好看 就这套吧 服务员 这件买了 就专一次租就行了 别浪费了 去开票吧 请稍等 女人 女人嘛 一辈子应该还是有一件 属于自己的婚纱 留作纪念吧 来了 来了 老所长 老吴 快进进进 快来快进去 这个我等了你半天了怎么才来啊 你家那孔子 老吴齐了 你这房子不错呀 走走走 还行吧 是租的还是买的 买的 老吴 你可真有难耐啊 都在上海给儿子买房了 这哪是我买的 我哪有钱啊 这是儿子自己买的 来 老吴 你身体还好吗 就是老毛病 血压高点 不过有这个呢 我看看 迷福达 我也吃这药 每天两次 一瓷一瓷 又巧了 你别说这个药啊 在药店卖还挺贵的 十七八块的 我这是有的时候赶上搞活动啊 那便宜不少 是啊 老吴 我看你这身子狗 比我可硬朗多了 还行吧 要说抓小偷 三四个不敢说 你是抓一个还是没问题 你这吹牛的毛病 倒是还没改 这什么是吹牛呢 别忘了我是你带出来的兵 你是咱们市第一届的反爬标兵 我是第四届 这到底是 是 你家那口子这十多年没见了 脾气改点没有 自从当了外婆以后 就给谢归正了 好 好啊 你算是熬出头了 我这是占了外孙女的光了 他欺负了我万辈子 老了老了 也可以稳重几年了吧 老所长 看来你比我有福啊 我有福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儿子事业有成大作家 女儿呢又加了个好婆家 吃穿不愁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老师 老冯这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 你说过了大半辈子了 都是他撑着这个家 照顾着我 那年不是怀疑我得哀吗 人家怕我想不开 晚上睡觉的时候弄根绳子 一头拴在他这儿 另一头拴在我脚脖子上 你看你看 就凭老冯这点 你也应该知足了 知足 太知足了 以前呢就烦他唠叨 可现在呢 倒想听他唠叨 可人家不唠叨了 人家照顾了我大半辈子 也该轮到我了 几点了 快三点了 我得赶紧排队去 这老冯啊 最近特别想吃那小桃酥 去晚了就买不着了 我老伴也盯着我买鸡蛋呢 咱们一块儿走 走走走走 不好意思啊 你看你这儿 正来一趟 太感热了 以后没事就常来的 好 好 邱总 这是上个月的工资表 您看一下 我还没有签字 有些问题 怎么了 武林飞呢这个月只上了五天班 也没有请假 她的工资会计不知道该怎么做 又不敢来问您 就按公司规定执行呗 奶奶按公司规定执行 我们公司的员工制度里 这样的情况是要被辞退的 那我来跟她谈谈吧 你可千万别跟她吵架 武林飞妈妈身体一直就不好 她不来上班也没什么 她那些事我就顺手给她做了 谢谢啊 不用客气 应该的 对了 那天同学聚会你怎么没去啊 我 我 我那天有事 武林飞喝多了 我听说了 对不起啊 你没有必要跟我说对不起 丹宁 咱们大学毕业都已经好几年了 以前那些事 也没有必要记一辈子对吧 武林飞她不懂事 就多让让她一点好不好 那还成我的错了 不是不是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就是说 有些问题有些关系 你处理得比较更加妥当 武林飞什么脾气什么心言 你是知道的 你就说那个同学聚会的秦简吧 当时不是上面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吗 她看了之后 差点没把我家屋顶给掀了 我知道这秦简肯定是老班长写的 秦简是我写的 我只想要求你可以吗 我不想在同学聚会上看见你跟武林飞秀恩爱 哪怕就那么几个小时 我只想看见你可以吗 我们没有秀恩爱 我们一直都很恩爱 丹宁 真的我非常感谢 你能在公司做我的左膀右臂 说实话 论工作能力和才华 武林飞没法跟你比 你别看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她其实就是个孩子 我在家里哄这个孩子 我已经很累了 你能理解吗 理解 谢谢 这是北京经销商的合同 你签个字 合同律师看过了 我也仔细看了一遍 没有问题 好 好 好了 对了 你要是想休息的话 我跟你放几天假 你该不会想公报四绸开除我吧 我猜你心里就这么不堪啊 行了 工作去吧 对了 我还有个问题 在你心里 我算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吗 当然了 谢谢 好 事情搞定了 我们在哪儿见 要不啊 咱们进去你帮我去挑挑口红 看看哪种颜色啊 是否我这身衣服 我又不懂 我都是乱配的 再说了 我又选择困难症 哪有什么选择困难症啊 所有的选择困难症啊 都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穷 我不是说你穷啊 我说的是一个相对概念 女人开始在自己脸上轻打细算的时候 无论她口袋里有多少钱 那都是穷 穷的不是口袋 那是这里 丹妮啊 从现在开始 你要跟我学习 你记住了 做一个精致的女人 才是你幸福生活的真正开始 做生意是要讲名片的 你的样子 就是你的第一份名片 好久没放话行了吧 一会儿我买完口红啊 咱们去做头发 我带你去我经常去的那家店 是否是老上海 手衣好价钱也公道 不像那些七七八八的连锁店 手机差还贵得要死 工作搞定了 咱们可以去挑口红做头发了吧 嗯 走吧 喝杯饮料吧 哦 谢谢 我觉得那个 这个婚纱还是太贵了 咱们又不真的搬酒席 不就吃顿饭吗 回去退了吧 不用 买都买了 再怎么也是钱啊 况且你妈妈现在看病 是需要钱的时候 我有钱 再说了这也不是钱的事 你就当做帮我 算是 我对你的亏欠的一种补偿吧 你看记得当年 我们一起看过一个婚纱广告吗 爱情不能租赖 记得还挺清楚的 那这婚纱我就更应该补给你了 日后你要是碰到一个 舍不得跟你买婚纱的人 你就可以穿我给你买的这件 你不要觉得这件是我买的 你心里有疙瘩啊 你就这么想 你就想 这件婚纱 是你用六七年的青春换来的 如果以后 你跟你老公吵架了 你还可以打开衣柜 来看看这件婚纱 顺带着回忆一下 我们这一段失败的婚姻 等你再关上衣柜 再去看你老公的时候 你就怎么看都顺眼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会跟我先生说得很清楚 这件婚纱的来历 那你还不是找离婚吗 如果为了这点事 就能跟我离婚 那趁早离 离婚那叫止损 咱们走吧 虎子 躲得还挺快啊 我只是过来帮你拿婚纱的 对了 一会儿到了医院 麻烦你嘴甜一点 回去一下 上次你叫她一声妈 她可开心 对了 一会儿我妈要是问你这婚纱多少钱 我就出师租的 谢谢 谢谢 中国好前妻 我还是觉得这婚纱太贵了 要不回去换件便宜点的 行了 买都买 这挑婚纱就跟相亲一样 一定要相信你第一眼相中 这个时候 就别考虑性价比了 再说了 挣钱不就是花的吗 我图花个痛啊 走吧 莫莉阿姨 怎么样 花钱还满意吗 蛮好的 我就讲 那家发廊师傅的手艺 在全上海都是顶呱呱的 以后你去他们店 报我的会员卡号 直接打五折 今天礼拜几啊 礼拜六 那从下周一开始 我让那边公司给你算薪水 那我什么时候从秋市离职啊 等到他们关张大吉的时候 你自然就离职了 你该上班上班 一会儿找家银行 重新办张银行卡 这次的佣金和薪水 我让那边公司 给你直接打到新卡上 你放心 该给你的钱一分也不会少 莫莉阿姨 这不是钱的事 不是钱的事 那就是大事 说吧 是不是心里头不舒服了 我明白 这些年 你死心塌地地跟着邱东阳 跑前跑后 抛头楼面帮他做生意 除了那点有限的薪水 对 你想要的勤奋一点也没落着 人就是这样 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我也是蛮好奇的 我之前找过你 刚开始 你连我的面都不肯见 因为武林飞伤了你的自尊 你来找我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在我意料之外的是 今天这份合同 你签得如此漂亮 我还以为你会反悔呢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不过 你给了我一个惊喜 能问问原因吗 今天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的能力和才华都比武林飞强 他也很感谢我一直以来 在公司做他的左膀右臂 他还说武林飞只是个孩子 任性 不懂事 为了我在家里没少跟他吵架 他希望我能多理解他 是啊 我能理解他 可是这么多年了 到今天我才发现 我所有的理解在他看来 都是理所当然的 听起来好听 我比武林飞有才华 比他善解人意 比他能力强 可是武林飞才是他老婆 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算是明白了 跟武林飞比起来 不管我多优秀 都只是白搭 你要这样想 只有你优秀了 才会遇到更好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就像你现在这样 说一无所有吧 有点夸大其词 更像是虎落贫阳被犬弃 没办法 只能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猫 温柔听话 等到合适的时候 再变回老虎 我就是跟黄婉颖学的 当年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看上去像一只老虎 它就像一只猫 而实际上呢 我是指老虎 它是老虎扮猫 在美国的这些年 我就记住了一点 在美国的这些年 能笑到最后的 才是赢家 要想赢 最难的对手是自己 你思路清楚 目标明确 就胜券在握 但凡有一点感情用事 就前功尽弃 功亏一篑 输了 没人会记得你 赢了 至少你不用在寄人篱下 要输要赢 你自己选 姑娘 打听一下前面有个小学吗 不好意思 我对这儿也不熟 好好好 我自己找找吧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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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阿姨 你打电话呀 你打电话呀 阿姨 你打电话呀 阿姨 打电话 你打电话呀 阿姨 谁要拿水呀 打电话 有水呀 有水呀 要让人打电话 阿姨 打呀 丁丁 不是跑这里了 我跟你们要转去干嘛 丁丁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了吗 不许自己一个人过马路 你吓死妈妈了 说好在学校门 给我等妈妈呗 不好意思啊 老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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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跟我去书床先 妈妈来呀 你妈怎么啦 你妈怎么啦 手子快打电话呀 水晶在水呀 我这就二年半 这里有个晕倒的冷水 你赶紧过来看一下 我不会直接 跟阿明看点过来吧 您快 帮我看一下 这是七海九啊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呀 三月太服势了 连松队都写一个办法 不行 老姨写情况不好 算了 我要是一个事吧 喂 您好 哪位 请问是武功先生吗 这里是第三人民医院 您的母亲昏倒了 正让我们医院抢救 请您马上过来 办理住院手续 怎么找不到 您的电话了 品谱赫尔 friendship 请您转着 好 你起来 你别一运动完 就往沙发上一躺 到时候你大腿小腿长的 可都是肌肉啊 放松放松 快 妈 仗什么肉我都起不来了 您是怎么坚持的 我是真佩服您啊 信念呀 别的女人在健身房的时候 你在睡懒觉 人家在吃营养餐的时候 你大吃特吃 你还要小药好身材 怎么可能啊 我记住了 高标准 延要求 管住嘴 迈开腿 手机呢 你一天大晚捧着那手机 那心灵鸡汤有营养啊 不是 我给我哥打个电话 问我妈今天的情况 不是就在那儿呢吗 你怎么放静音了 您不是说怕令瑜伽打扰吗 我就关静音了 江丽姐 什么 别飞 你等等我 妈 您就别折腾了 我自己去吧 那你别着急 我好意思就去找你 好 别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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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人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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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小雨姐 怎么回事啊 老医学 突然晕倒了 跟您打电话 怎么一直不接呢 我手机调劲晕了 我没听见 马姐的情况怎么样了 别担心 车点 大夫 医生 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 情况呢 也比较稳定 但是还要到 医学院进行观察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谢谢啊 谢谢啊 快点 这怎么好好的 就脑溢血了呢 你说什么 你接着你奶奶了 我没见着 我好像听到她叫我了 你跟奶奶的感情 倒是挺深的 几天不见就想成这样 来 吃饭 妈 这是什么呀 你最爱吃的呀 鸡蛋炒馒头 这 怎么都全黑完了 妈 你是不是炒糊了 那 那你就挑不糊的吃嘛 来来来 妈妈今天不是火候没掌握好吗 来 来 吃吧 妈 你怎么不带我回你家啊 妈妈在家不做饭 那你吃什么 方便面啊 妈妈我也想吃方便面 不行 方便面最没营养了 妈妈给你做半天了 你还挑三拣四的 你吃不吃 不管你这毛病 不吃 不吃饿着 你怎么包里还有吃的 爸爸说你不会做饭 他就特意给我装的 应急 那你包里还有什么吃的 有 妈 你吃什么 妈妈不吃 妈妈减肥 吃吧 喂 明菲 不在你哥家呢 林菲 我跟你说 明天我有事送不了丁丁上学啊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什么 姑姑 林菲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电话里不跟你说得很明白了吗 对对对 哎 路上我问丁丁了 她说在学校门口没看见她奶奶 也不知道奶奶摔到了 有没有脑子呀 丁丁要是看到不把孩子吓坏了 哦 睦睦 奶奶没死吧 没有 傻孩子啊 奶奶就是摔了一跤 奶奶现在挺好的 但是奶奶说呢 想见丁丁 你进去看看奶奶好不好 嗯 好 哄哄奶奶啊 做手术了 嗯 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 哦 那就好 哎 你待会儿进去以后别胡说八道的 你在刺激着她 你是不是又傻了 她不认识我啊 好好好 我不说话 我保证 你绝对不说话 奶奶 你今天去接我放学了吗 奶奶想你了 那你为什么摔倒了 奶奶走路的时候没看路 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丁丁 以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看路啊 嗯 奶奶 你疼吗 疼 奶 你哭了吗 没有 奶奶 你真坚强 我要向你学习 不用跟奶奶学 我们丁丁长大了 要好好学习 做一个公务员 就是奶奶死了 奶奶也放心了 奶奶 我不要你死 奶奶 我不要你死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儿 没事儿 没事儿丁丁的 没事儿 没事儿丁丁 你怎么来了 我 我 妈您认得她 当然认识 她是谁啊 丁丁的妈妈也小亲 mmmm 蝎 这蜷蜴就记忆恢复了 苦不认识 把丁丁带出去 我跟小芯说几句话 丁丁啊 来 快过来 没事的 没事 走 小芯 你坐 阿姨 找到工作了吗 找了 爸 我现在做电商 丁丁一天天长大了 你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就说现在和将来 别人对丁丁再好 当妈的 你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你看你长得个聪明样 做事倒是一根筋 要是当初 你把孩子早领回来 我们就要当爹妈的 能不原谅你吗 阿姨 你那这么说 你是原谅我了 以后 别嫌平爱夫 要踏踏实实过日子 你放心 我把孩子给武功了 我不会再回来活活他了 那武功 毕竟是丁丁的爸爸 这点轻重 我心里又说 有合适的 就嫁了吧 女人这辈子 总得有个钱 好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这么长时间啊 没事 谈人生谈理想 顺便修补了一下 当年破裂的婆媳关系 那行吧 丁丁不是还要上进去班吗 你赶紧送他去吧 对 爷爷 爷爷再见 再见 好好学习啊 走 走了 走 走